……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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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的好快又到了一年回顧的時候了 來看看今年阿瑪十大討論度最高的影片 第十名 後宮夜間日常 他們就愛打打鬧鬧吵出要飯吃 有組名說幻腸是心機鬼 愛裝可憐 但明明都是幻腸先調戲又主 沒錯 不要看幻腸那個臉 他心機很重的 然後三角的抓抓工最近好久沒出現了 阿瑪還是一樣愛面子 不在大家面前玩繩子 但阿瑪嘴巴說不要 身體卻很誠實地玩了幾下 畢竟他還算是一隻貓 第九名 是一集一直愛撫他們的影片 不 是摸摸他們 這邊爆個奴才的料 狸貓奴才非常喜歡被三角咬 他說他被咬的時候臉都會嘲諷 有點害羞 好像初戀 他真的怪怪的 然後 有子民留言貼上一張照片說 阿瑪屁眼好大 哇靠怎麼這麼敢講話 皇上的屁眼是你可以亂看的嗎 你還截圖 自己下去掌嘴石下 也有子民說工作累累悶悶的時候 看阿瑪影片心情會變好 這是當然的 後攻的影片就是治癒你們這群被工作消磨的子民啊 第八名 這集雖然叫做阿瑪宵夜時間 但重點卻不是阿瑪 阿瑪你好可憐 因為重點都被柳子搶走了 柳子翻改眼了 我還有一個子民有看到亮點 就是阿瑪終於願意跟治癒撞頭了 因為阿瑪平常都跟狸貓奴才撞頭 聽說被阿瑪撞過的頭才運滾滾來 然後還會受不下來 多買尬我說了什麼 也有子民說本來對貓咪沒有感覺 但阿瑪讓他越看越可愛 只能說你發現得晚 阿瑪已經可愛九年多了 九年多來都不曾改變 可以稱他為美容教主 還有一位子民很感性的說 謝謝阿瑪讓他在喪數之痛中 可以有點安慰 如果想要安慰 阿瑪願意讓你來試請 只是你要先學會青貓殺 17年4月多魯魯突然生病 奴才體悟到即時行樂的重要 所以奴才們特地做了貓跳台給後宮 有子民看完影片後說 看完眼睛忽然濕濕的 感動到不知道是洋蔥太多還是自己愛哭 我上網搜尋了一下想哭的原因 在佛羅里達大學內一個專門研究 哭的博士生毛倫拜司馬說 哭 被相信能釋放壓力荷爾蒙或體內毒素 所以孩子你哭吧 哭完就可以排毒了 阿瑪的影片有排毒的功能 948794床 然後有個很掃興的留言 他說他看到奴才蹲下來時 吐出一小截粉紅色的東西 大家不用花時間問粉紅色是什麼 我直接幫大家截圖 那是奴才的內褲頭 大家請把焦點轉回影片本質好嗎 這是一個感人的影片阿 下一個留言說 最後一幕會實現嗎 喔 你們為什麼都一直注意別的地方 這是一個讓人想哭的影片阿 可以排毒 為什麼你要一直笑呢 第六名是經典的剪指甲第二集 上一集的大魔王是魯魯 這集是幻常 大家不要一直覺得他很無害 軟趴趴的 他是最會用力的貓 不過還好他不會咬人 阿瑪還是一樣好處理 有吃的東西就控制得了他 世界上哪來這麼好的皇上呢 大家要珍惜阿瑪啊 然後有子民說 他家那隻的剪甲難度大概有100顆星 三個人一起都剪不到 寵物店也不做他生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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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跟你說 你不能帶老虎去剪指甲啊 貓咪才需要 也有人說他家的貓咪是天使 都超好剪的 你還不快謝恩 皇上萬福盡安 萬常在去年底結紮 貓咪為什麼要結紮 我們這邊就不討論了 搜尋很方便請踴躍搜尋 有人說在人來人往的客運站看影片 突然有人大喊你也喜歡後宮窝 原來看阿瑪的影片 不只可以排毒 還可以認識新朋友 是一個交友軟體的概念 而近年來恐怖情人開始變多 這影片下有個恐怖留言 有子民的一個沒有說 我要把你的蛋蛋切下來油炸 好可怕啊 不可以亂切別人的蛋蛋窝 四名是一直吃東西的一集 每隻貓都有各自的原則想堅持 像索克爾斯一定要在喜歡的桌上吃 其他地方堅持不吃 但索索你有想過奴才的感受嗎 竟然要別人來配合你 大家看看阿瑪 多麼沒尊嚴 還要先握手 再撞頭 才能吃東西 最後還被弄成小音當 嗷嗷嗷嗷 但阿瑪看起來很開心 而且有子民說 他被阿瑪蒙到流鼻血了 請記得要止血 我們還不想上社會新聞 也有子民說 吃飯要看風水 說得很好 因為他們連上廁所都會看風水 最近他們都覺得沙發上風水很好 所以都直接尿在沙發上 沙發真是風水保地啊 三明是洗澡劑 這部影片值得有流傳 因為攪不起水費 所以阿瑪他們好幾年沒洗澡了 我開玩笑的喝喝喝 有子民說阿瑪是真材實料的胖 不是虛胖 這是當然 一人做事一人當 皇上吃飯皇上胖 但太胖也不好啦 其實 也有子民說 當我在電腦前看這影片時 我家所有的貓都跑出來 在圍住電腦看阿瑪叫 阿瑪影片又多了一個功能 可以幫你找貓 如果你家的貓咪走失 多放這個影片 可以把躲藏在你家角落的貓咪通風 你又出來 可喜可賀 第二名是後宮量體重 奴才把後宮貓咪的體重全部外洩 殊不知自己才是最胖的那個 甚至被記者採訪時還被說成宅男 自稱奴才的致命跟禮貌 兩位宅男就是萬歲王朝的推手 兩位宅男 哥哥不意外 有好心子民把所有體重列表列出來 阿瑪他們如果看得懂的話 大概當場暈眷 然後有些祖民會把自家的貓咪放上來 號稱9公斤的女阿瑪 9公斤不算什麼 還有11公斤的 你確定它是貓不是狗嗎 是不是突變種 還有14公斤的 雙獸窩 換過它之後 就覺得阿瑪好獸 朝地換長柚子 他們都是紙片貓 好啦 我們不鼓勵肥貓 請快去報名減肥班 現在報名打八七折 第一名就是猴年行大運 收到很多死民的祝賀留言 讓我來朗誦一段 謝謝阿瑪 謝謝後宮 謝謝奴才 祝福你們 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天天開心 萌萌萌萌 新年快樂 真的太狂太令太惹 全部都四個字 還有人說奴才的笑聲很無性 讓我們來重複聽聽看 謝謝大家的祝福 還有一些有特別意義的事情 1月時出了書 大橘子的追思會 3月去探訪了白吉 4月時 魯魯生了腸大病 還好幸運的痊癒了 8月遇到艾滋貓小黑 讓很多人認識貓艾滋 9月時阿瑪粉絲團 正式破100萬 當然 除了這十大影片 還有很多好笑的瞬間 比如說房台通告 阿瑪不給女才上廁所 鬥雞眼 阿瑪碰雞雞 知名跟魯魯看電視 還有聖誕莊 謝謝大家參與後宮的2016年 未來也請多多指教